周一到周五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 为您带来最新政治平息和大选风向 我来看到的是朱立伦 她到了美国访问华府 拜见美国的政界学界人士 那最特别的是 她的女儿是很少露面的 但是这次跟爸爸一起到白宫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 十四号飞往美国华府 访问白宫国安会 与美国政界和学界沟通 这次身边多了一名身穿大V领 深色套装的年轻女性 原来是朱立伦 在美国求学的女儿朱约爱 难得亮相的她跟着爸爸跑行程 朱约爱二零一三年首度 在镜头前曝光 妇女神韵相似 当时的她还充满志气 如今女大十八遍一露脸就引起注意 台湾总统大选倒数只剩下五个月 日前传出国民党可能撤换韩国瑜提名 上演换驻2.0 四年前驻下朱上 对选情的冲击朱立伦有体会 在被问到镇前换降以及国民党分立的影响 朱立伦简单回应 我觉得那是纯属谣言吧 因为四年前跟现在情况完全不同 我们是要扩大我们的支持 那至于党中央或者是韩市长也还在努力嘛 我希望郭董事长跟王院长大家都能够共同团结在一起 不像民进党国民党在美国华府没有代表 朱立伦以国民党前主席身份再进白宫国安会 希望让美国官方学界 了解国民党立场减少疑虑 TV新闻总和报道 高雄的山区六个行政区 因为豪雨陆续的停班停课 高雄市长韩国瑜紧急取消 原定下午前往果菜市场 学校的市政行程 下午两点起 律序的到这些灾区来看灾 来看一下韩国瑜到现场最新的说法 目前我们有五个区已经撤离 撤离大概3566位 今天下午美农地区开始预防性撤离 大概撤离了360几位 那总共有五个区 加上今天下午的美农区开始停班停课 接近有六个区左右 目前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 那所有危险的桥梁 危险的道路 全部开始于安全管制 我们希望这一次很多 我问了一下我们这几位区长 包括刚才跟那马下的视讯 那所有做的防范工作 截至目前都是完全照着标准 SOP在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桃源区的区长 三天几乎都没有好好睡觉了 都已经非常疲惫 但是全部投入这次好大雨的抢救 是现在这样六日的行程 你会留在高雄吗 我们一级开设 市长绝对不能离开 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保护高雄市民朋友 生命财产的安全 是身为市长以及市府团队 最重要的工作 你说以前是有事过 北上吗 还说 没有 我们现在还在密切观察 这豪大雨的情况 好 希望这个高雄的灾情 可以赶快舒缓 介绊我问你 你以前念书的时候 国中或高中好了 你当时的政治人物 或者执政党的政治人物 出现在你教科书的多不多 我真的很久了 但我印象中我只有看过 就是梁蒋 然后孙中山 好像还有蒋渭水这些有过 但是你说现在 就是在电视上看得到政治人物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没有 我记得 但是以后你的小孩 就可以看到很多执政党的人了 因为现在高中的 这好吗 也没有不好 就是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解释 好像高中的公民与社会的课本里面 居然被发现其中的 南一书局的版本 有很多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这位是谁 Kulas 国民党立委在认为说 不是说他不好 而是说 讲到原住民的立委的贡献 好像有很多人可以上教科书 为什么会挑选Kulas呢 我觉得高精数没错 都歪了 另外一个讲到这个国籍法 国籍法就是有很多 早期来到台湾贡献很多的 这个外籍的这些牧师 后来就授给他们这个国籍 那你就把这些牧师的照片 登出来就好 好像比较重要 不是 他登了 牧师只有中间这一位 然后旁边是赖清德 还有这个立委的部分 但他想说奇怪的人为什么要 这个叫置入 置入性行销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院长 民进党的人士把它置入在里面 那还有包括这一张 这个讲到说 行政院的新旧院长的一个交接 这个为什么要进到教科书呢 民主制度把握 我猜他可能是要讲的是这个 是不是 OK 好像也没有不好 可是一口气就置入了三个 然后来清德又重复出现 那还有包括林家隆 他们在讲这个东亚奥会的事情 那开记者会 他也有拍 都没有想到现在的教科书 怎么跟我们那年代的教科书 最深道是读教科书还是读报纸 对 还是杂志周刊 可能老师又讲的时候要很小心 不要不小心踩到政治的地雷 国民党立委他就说 这是灵异化 他说南医书局出版的这些公民与社会 总共有11张13位绿营的人士出现 绿营的历代的正副总统都有 所以包括阿扁跟吕秀莲都有 蔡总统的行政院长 每一任的也都有出现 南医只有三张 南医不知道哪 至少还有 为什么有这三张呢 我想知道是哪三张 对 待会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知道是谁 那清明党跟时代力量的话 是挂零 那明年是不是要把民众党要编进去 不可能 对 它可能预言时代力量 也快要猛掉了 然后这个教科书的中心主任 这个杨国阳他有出来解释 但是他的解释 跟没有解释差不多 他说公民与社会有四个版本 都是经过审查小组 非常认真的审查跟通过 审查小组没有任何政治意识 也尊重出版社对图片的选择 是不是有解释跟没有解释差不多呢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监察院 真的什么都要来查了 你记不记得去年的公投有一案 就是东奥证明 对 但那个有一点 你当时终于证明你支持吗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那个中口 当时其实一开始蛮多人支持的 说不管怎么样 就用台湾队出征 可是后来当有一些运动员出来讲说 你如果用台湾队出征 我真的不用出征了 不要说冬奥了 连最近的一些区域型的比赛 他都没有办法去 会被大陆杯葛 而且相关的单位都会直接说 你们只要改名 我们就不要邀请你们了 当时就意见两极 有的人就说你再怎么想表态 你也不应该拿运动员的权利 去软你的 拿别人的血去软你的身体 就不应该这样做 当时这个公投也没有过 但是现在监委居然要来 好好的调查了解这件事情 他觉得相关单位 没有把资讯揭露出来 导致公投失败 这个就是当时运动员 他们聚集出来表态说 希望不要让政治影响到 选手比赛的权利 但是现在英系的监委 张武修还有高永成 他们说去年公投 东奥正名公投 主管的部门没有及时 积极准备跟国际奥会 还有中华奥会的联系跟说明 造成了很多乱象 造成中华奥会蓄意 影响公投结果的意图 他希望可以具体检讨改善 这个就很像教科书里面 你们潜移默化 放了很多执政党的政治人物 说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这个都是从思想上面 去慢慢的悄悄的改变你 然后监委这个也是 民意透过公投展现出来的 就是否决了东奥正名 但是监委用他们的职权说 不 这不是真的民意 这只是被政治人物 被这个官员给干扰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这种思想上的改变 或者是扭曲民意的做法 感觉好像一直在进行当中 监委是领我们的公堂吗 好像是 但是我们刚才有特别讲到 就是说这个教科书的部分 到底它的比例是怎么样 我想看 快就有看一下 我们有这个答案马上来揭晓 民进党所谓的13个人 包括了陈水扁 吕修莲 蔡英文 陈建仁 赖清德 还有苏贞昌 还有林权 林佳龙 顾立雄 古拉斯 然后陈寅 陈赖树美 跟林志强 国民党的话就是朱立伦 何友宜 柯志恩 陈一鸣跟王玉敏 那我蛮好奇的 可能要去放一下这个教科书 为什么会出现真一张照片 而且有陈水扁 有吕修莲 有蔡英文 陈建仁 为什么没有马英九跟 萧婉常或吴敦一 我只是纯粹就 我没有看到照片 我不知道他编排的逻辑是什么 这蛮奇怪的 那你干脆把所有的总统都要列上去 有没有跳过国民党的总统 没关系 以后小孩会问你 希望到时候能重新改变一下 我小孩念高中还有一段时间 好 接下来下一个话题 就是这几天真的是火线话题了 柯郭王 本来看起来好像一副情势大好 大概这三个人就要合作了 他还是这个准了 吻了 就没想到怎么今天看起来 闻起来味道又不太对劲了 每天早中晚这个会面的消息 都是变来变去 那现在传出来原定18号 要在台湾要合体亮相 但是时间越来越接近 三方的阵营态度 反而变得是暧昧不明 柯文哲今天受访的时候 针对媒体提问 周日会面是不是已经破局了 柯文哲只有回答 大家一起顺其自然 事件的东西自然就好 人家都说顺其自然 就大家一起顺其自然就好了 所以就是一起会见面吗 一起见面 应该这样讲 一起顺其自然 所以到时候是确定会见面 我也不晓得 我现在怎么跟你讲说 好像一定会 我的态度也是一样 对 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最后就顺其自然 但是如果大家想的话 因为三方 顺其自然听起来不是很有积极的意义 没有啦 就这样 我想说什么啦 世间的东西 自然就好自然就好 我发现顺其自然 这个名词还用得不错 那你现在 王金平是狐狸吗 不是啊 不在乎 他不是在开玩笑说 你们一只狮子 一只老虎 那王金平是什么 我都想到半天 我对王金平的印象是这样 他是台湾现代史的活字典 你知道 他说近代40年 他个子小小的你知道吗 他个子小小的 没有啊 没有 他个子小小的 而且我发现奇怪 这个人怎么会 对整个台湾的现代史 近代的现代史 我每次遇到他都说 你赶快写那个 火树历史回忆录 他几乎都是整个 台湾的历史的 他几乎每一个细节 他都知道 这实在是厉害 活字典的 好 这个柯文哲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 这段访问之外 事实上他今天也接受了 广播的专访 然后在专访当中 他就爆料说 郭台铭有找他一起搭档 两个人要郭柯佩 而且还说 要让他当行政院长 而且郭台铭还跟他说 他只会当一任 整个就是冲坎 结果郭台铭的幕僚 刘又彤听到这样的说法 立刻出面回应说 都没听过 不合理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对话 如果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柯市长可能是 针对了一些不同的情况 做了一些不同的分析 但我想其实 如果我从媒体上听起来的话 我觉得柯市长可能 只是比较忧心说 他讲的那个基础 就是说如果今天只有草包 菜包可以选的话 所以他可能现在对于忧虑 国家的情势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些建议 但这个建议我觉得 董事长那天有不小心遇到媒体 他也有讲 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柯市长自己说了算 应该是交给人民来决定的事 今天刚想他有在节目爆料是说 郭总这边有找他来当副手 也可以让他当副手兼格魁 但是当场拒绝了吗 我觉得这应该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但是我觉得 其实柯市长还是必须要想一想 或者说我们全部的人都需要想一想 就是说在每天的新闻争论里面 如果都是一些谁要当政谁要当副 然后怎么样的去分配权力位置的话 我想也很容易遭到权力的唾弃 我相信其实大家的焦虑 都是来自于中华民国的未来 以及台湾在中美贸易情势 以及现在的国际环境情势之下 需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跟定位 我觉得对于郭董事长而言 他其实个人并没有求取任何的位置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名利权位 所以针对2020到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参选的一个准备 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这些 什么样子的位置 或者一个什么样子的配法 我觉得我一向以来都说 都是一策太多 好 刚刚看到的是 郭台铭办公室的发言人刘悟彤 他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呢 是因为话说要从今天早上开始 今天一早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就去参加了黄伟汉的广播节目 然后他就有讲了 讲到这个什么郭柯配的事情 他就说其实我跟你讲 郭台铭跟王金铭都很想选总统 郭台铭甚至还找我 就说不然我们两个配 你当副手 还可以给你当行政院长 我只要选一次就好了 下次给你当类似之类的话 就是如果假设郭台铭 真的私底下有跟他这样讲的话 他整个在广播节目上大爆料 你知道吗 我觉得听起来秀出一点点味道 是他跟郭是不是差不多 走到尽头了 就好像是不是 我没有办法跟你合作 但我就故意通通都跟你讲出来 就讲得让人家觉得你很不堪 交换条件 要让你可能也没办法自己选 或是你现在回国民党 国民党都说 你都已经跟柯文哲讲成这样 你还要回国民党吗 就是这种小消息会把他弄臭 对 所以这件事情 就弄出来之后 当然媒体就要赶快去问刘又彤了 所以你们是不是郭董 有这样跟柯P讲 说什么给他当隔魁之类的 重点是柯P还说我拒绝了 我只要当市长就好了 他拒绝郭董这样子 好 所以你看这刘又彤 刚刚的话我们也把它整理一下 他说实际上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对话 郭董对于2020 他个人是没有参选准备 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这些位置跟配法 一向以来都是预测太多 当然大家有问他说 他也不算否认 他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他常常对郭董很多事情 政治用语上的话这不算否认 我不知道有没有 可能有 蔡壁吾说我不知道他们晚上会去哪里 通常我的经验讲这种话就是有 但总之就是好 他就赶快出来先讲说 这个一切是意测 那当然记者问他说 那现在你们那个18号 本来不是要桃园三结役吗 前两天就说你们要台面上 一起公开见面等等的 刘总就说 针对18号那天就是个法会活动 那我们幕僚就有队行程 队完之后就发现都有受到邀请 但未必可以合得上 然后这个行程前前后后 所以现在共识就是顺其自然 柯碧刚才也说顺其自然 天然最好这样子 所以碰不碰到也不是 现在就能确定的 但是我们去的几率可能不高了 这个主办单位可能心里很不是智慧 我毕竟是个佛教圣事 被你们搞得要来不来 说不来就不来 对 然后重点是这一句就是 我觉得当刘总 每次讲这句话的时候 几率就真的不是很高了 那当然其实这一段 接下来这一段是刘总在 他今天也上一个广播节目 这是他在节目里面讲的 他说郭柯过去是没有交集的 如果有这样的讨论 总是要先谈国家愿景方向 怎么会落到还没有彼此认识 就开始说聘礼要多少 聘金要多少 他就讲的就是那个 我给你当副手 给你当行政院长 怎样 怎样 照常理来说就不合理 这是他的说法 所以一方面说预测 一方面说不合理 然后也已经抛出818 他们大概就不去了 不去总是要有一个 非常公开的理由 非常正当的理由 理由是什么呢 你看事实上郭台铭办公室 也把这个邀请函秀出来了 郭台铭 郭总裁台铭近期 世界佛教年会 十六届年会等等的 但是郭台铭说 收到活动邀请 但是那天中午他要见客人 桃园比较远 所以他如果去桃园再回来 他觉得好像你来不及 所以不确定会不会出席 至于柯文哲他当天在桃园秀 整天的行程 刚好就都安排在桃园 王金平的部分 他是会先去这个活动 然后接下来去台中 所以行程可能也有点卡 就变成可能他们两个都会先走 所以最后有没有可能碰在一起 不知道就不晓得了 我倒是想起来柯P最近讲话 感觉真的有点迈落可循 他一开始先酸说这个郭台铭 很像董建华2.0 然后后来又说什么 他就是印象中就是舔盘子 绑鞋带 然后最后他还讲说 我不愿意有所谓的分赞 不愿意你做一任 我做一任 然后什么谁当行政院长 然后今天就加码 说原来他当初的规划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的讲话 好像有透露出 他跟郭董的合作的几率 是不是从很高变成很低 其实这样的感觉 国民党的人可能也已经闻到了 所以你看这是国民党 比较草协联盟的发展 李正浩 比较年轻一代的党员 他就在脸书上面 谱其实很长了 他说你看如果柯文哲 真的有心组政党的话 怎么现在都看不到 所谓民众党组织架构 党务干部 基层党工 如果柯文哲真的有心 来成立延续蒋卫水的精神 那就应该要就是发表 社会议题 发声 争取认同 柯文哲如果真心的 想要成立政党 跟郭台铭分境合集 怎么到现在还看不到 柯文哲主动释出 愿意与郭台铭打这一仗的 实质付出 现在感觉他都会说 我等 我就等郭总选 然后反正郭总选一选 我就帮他 但是他就是没有所谓的 实质付出 你这个字家里电视没有超过 40寸的应该看不出来 没关系 我念给大家听 让我念 然后最后这一段他又说 郭台铭在政治上经验虽然不多 可以说是郭不懂 但是谈到经商 郭董的能力可是这个 全世界都排得上的人物 怎么会看不穿柯文哲 企图利用空壳政党 买空卖空的小把戏呢 所以他觉得桃园三结役 顺其自然不强求不奇怪了 所以可能他 李正浩点出来 郭董搞不好最近也发现 他不对 我好像 我是不是被拐了 那种感觉这样子 所以你看郭董是不是就不去了 那重点是 郭台铭最近到底在想什么呢 有一说他还在等换鱼 吃吃的等 有一说他还是想要独立选 那当然有之前这个 跟柯文哲跟王金平合作这件事情 这三个可能到底是会哪一个呢 你说如果要等换鱼的话 还真的有人一直在讲换鱼 像是 来 你这个 这个杨秋心 他昨天都已经被国民党的市长部开除了 然后他说没有关系 我自己退出 退出的时候还说我有打电话给马英九 可是马英九又不愿意接 听说他疯狂的留言 所以被迫的马英九回电 对 我跟马英九讲了五分钟的电话 然后最后再说 我个人还是推崇郭台铭 你觉得马总统有没有翻白眼 马总统 马总统也不能不接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希望国民党会发声换鱼2.0 你就已经退党了 所以他还在讲 重点是还真的有民调 就是说会做说你喜不希望换鱼这件事情 也是很妙 也是暗示说有人在搭配话题在操作吗 我其实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做这个民调也是妙了 他说你看 这是哪一家 就平观点昨天做的 他说你看国民党有传出 如果韩国瑜声势走下坡就会换住 他就做了一个民意调查说 37.1%的选民是支持国民党换掉韩国瑜的 36.1%表示不支持 其中泛兰的选民也有71%不支持国民党换韩 甚至还说有韩粉 韩粉还有7%是支持换掉韩国瑜的 还满幽默的 所以韩粉里面100个有7个 是支持把韩国瑜换掉 对 那他们希望韩国瑜就留下来当市长 这不只是平观点 是满惊悚的观点 满玄妙的观点 那国民党内当然对于这个 除了郭台铭之外 对王金平的部分 大家也是抱持着一走 现在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心情 国民党的中常委李德韦 他昨天po一个脸书 我觉得他恨你 你虽然选了一张这么虎的照片 我跟你说他每张看起来效果都差不多 都是这样吗 好了 据说他半小时就撤文了 但是早撤文已经疯传了 大概的内容是说 为什么最近王金平不提忠贞党员 难道他想当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吗 我们这国民党栽培爱护45年的王院长 怎么变成这样 从民国64年至今 这个国民党都让王院长留在党内 那这个他什么位置都当过了 现在选总统又不参加初选 弄来弄去 大家对王真的很尊敬 但是尊敬正在一分一好的流失 他也讲了 五对一朱立伦没有雄心壮志吗 人家也都相忍为国民党了吗 所以是不是跟王金平开了地 想待他三文了 都会三文了 但早就已经 你看我都截出来了 脸书你只要贴过 马上就被截除了 昨天有一个就是朱立伦的人马 也被名嘴就是拿出来讲 朱立伦的人马 大家知道不是只有一对人吗 就是他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一定是张思刚 你说他推给张思刚 对 好 现在在我们线上就是这个 被点名了朱立伦的人马 西北市议员 叶元智 元智你好 是 借盘好 要做好 我跟你讲 昨天张思刚很紧张 他一直很怕被骂到 好 那你帮他扛了 对 反正这个郭王 你这两个女朋友你也很熟悉 好 我们先讲郭的部分好了 女朋友是不是要回心了 他现在看起来他好像要回来 就是回心转意了 是不是 对 没有错 因为我们一直在提醒他 就是柯姓小王这个人心术不振 而且有很多劈腿的经验 你看那个柯姓小王 当初他要一开始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就不是为了四名朋友出来选 是因为他牵涉到一个案子 然后奋而说要出来选台北市长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他也去拜托蔡英文给他支持 当时的行政院长是苏贞昌 那他也 讲错对不起 当时的民进党的主席是苏贞昌 然后他也多次去拜托苏主席 给他机会 后来他的前女友民进党就支持他出来选台北市长 结果你看本来他的前女友跟他水滷交融 没有想到他靠着他的前女友登上大位 当了驸马爷之后就把他的前女友甩掉 原汁你这样比喻我头好大 就是比喻到我都快乱掉了 他这边讲的这个驸马爷是指台北市长柯文哲 然后前女友指的是民进党 民进党 对 这盘比较懂我们跟 那你看你看那个他利用他的前女友 当上台北市长之后 没多久他就把人家甩了 然后讲的多难听 之前骂苏贞昌不要脸 虽然他讲的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两个就是感情变直 利用完之后就把人家踹开 所以很可怕的科兴小王 那我觉得郭姓女友在前一段时间 有点被撩到 他那个科兴小王可能是他的选项之一 所以两个有在最外有营造一点点的 暧昧跟恩爱 那个科兴小王 台名党的成立大会 那郭董这边的刘圈圈也有去参加 本来过手证也要去后来 因故没去 那当时大家真的认为他们可能会结合 那时候营造一种暧昧的魔术 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郭董还没有下决定 那他只是郭董的其中一个 商业business plan 就是他的一个商业计划之一 那结果两个签了一个意象书 可能会结盟 可是合约要签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郭董慢慢知道科兴小王的真面目 可能在谈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太愉快 可能郭董也有提出一些想法 那科市长一直没有办法接受 那最近已经感觉上有点破局了 像柯文哲昨天一直把一些 我觉得有一些话 如果说是要合作的话 是不太可能讲的 比如说什么郭台铭 找他当副首兼行政院长 这个郭董要是有 也不会承认 这不是好像为了选总统来分位置 这对民众来讲观感是很差的 但柯文哲居然把他讲出来 而且柯文哲之前为了要撩郭董 把郭董捧得很高 几乎是把自己讲得好像比较差 郭董比较好 他不是说他觉得一开始最早的时候 说郭董比较适合选总统 那随着郭董可能 这个意愿逐渐的下滑 那柯文哲这个人 因为他当他觉得 最后可能是自己要出来选的时候 也慢慢开始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所以他不是说 虽然他是鼓励郭董选 但是他认为自己选机会最高 选上机会最高 就把大家搞得很乱 然后现在更夸张就是说 他说别人都说他是靠郭董的钱 但实际上他只要一募款 几亿元跑不掉 然后他还讲说 不分区的立委 只要他一上网 大家抢破头来报名 那你上网 我们真的很想看谁要去报名 这个名单一定不拖什么蔡壁炉 不拖什么学姐 之前本来还要考虑林舟民 结果林舟民被他之前糟蹋 林舟民也不愿意回来 你看过去台北市政府 像姚立民是帮他的 还有一个帮他办世大运的 那个叫苏琼什么 苏琼 苏琼是不是 苏琼是不是 还是苏琼姚 苏琼 反而他已经到中央去了 对 但是全部都跟他翻脸了 所以郭董也懂 跟这种人交往 甚至结婚 我们每天都要担心他叛变 每天都要担心他背叛 谁会跟他在一起 所以你没有发现 郭董这两天讲话 他的发言人已经比较硬了 像昨天 柯文哲一接受完 访问郭董的发言人 早上马上说 昨天已经跟豪副主席见过面了 而且已经即将要跟吴主席见面 然后甚至于 刘圈圈很罕见的 史无前例破天荒的称赞韩市长 是居然有这么多好的国政人才要帮忙他 可见他是未来可能是一个好的领袖人才 这在过去他们两个曖昧阶段 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感觉上 之前我们一直讲郭董还没决定 现在的感觉郭董有决定 决定不要跟柯文哲走了 但是他现在虽然决定要回头 但是因为你们柯 不是你们啦 他们柯P 我觉得袁姿好奇怪 这个之前在讨论郭董快要分手快分手的时候 袁姿很亢奋 现在郭董说回心转意 他表情好像感觉有点不太高兴 不会啦 别这样子 别见风擦身 但是你看你郭董假设真的 你们的女朋友真的回来了 可是问题是柯P已经把他的内心系都 都已经爆出来了 整个冲康都把他爆出来了 你们国民党跟他之间不会有疙瘩吗 我很好奇 这样就可以OK了吗 跟郭之间 当然 因为平良心讲 我们这是一个雍容大度有哑量的政党 虽然我一直用 你说哪一个党 国民党 国民党 虽然我一直用男女关系来比喻 但是平良心讲 政党政治跟男女关系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像如果说真的能够跟男女关系一样 我们绝对不会接受杨秋心这个背骨 你看让他来当 贵党真是混乱 贵党真是混乱 感情爱情的世界一定要百分之百的真诚 不能出现背叛 如果爱情的世界有破裂的话 会好会不会完转 可是毕竟政党政治 大家讲求的是实力 大家讲求的是朋友越多越好 多一个朋友不如少一个敌人 所以郭董我们当然知道他这段时间 他认为情绪上面受到影响 也考虑到未来可能选总统 他会有他的盘算跟考量 那也的确 这段时间他跟柯文哲王金平 他们这个在外面 这些合纵联合 对国民党的确是有造成伤害 而且我必须要讲 现在外界也有很多人见缝插针 就是说我们国民党会进行换鱼 我这样问你这个问题 你们党内现在还真的有人做民调 说是换鱼的民调 怎么会 这是怎么会这样呢 他是不是完全是假议题 这个对国民党而言 完全是假议题 可是对于王院长 跟民进党的人来讲 也是一个假议题 可是他可以利用这个假议题 去伤害国民党的选情 这个就跟罢免一样 明明罢免案到明年1月11号 是不可能成案的 可是他们就故意要这么早启动 就是故意利用这个联署提案的过程 去打击韩国瑜的气势 那同样的 换鱼也不会成案 也不可能成真 可是一直讨论换鱼 就会让人家觉得 韩国瑜好像随时被换了 国民党挺他也没用 甚至于会让很多忠贞的党员 产生观望 而且会对郭董造成期待 所以他是假议题 但是他会达到实质的伤害的作用 那所以郭董王院长一直在外面运作 那大家就会 有些比较不明就里的人 就会认为说 这是不是代表患于 患寒还是有机会 所以郭董过去 有没有对党造成伤害 的确是有 的确是有 但是如果他可以最后发现 柯文哲的真面目 然后团结在 就是抛开心结 团结在国民党之下的话 我认为还是要正面看待 那你觉得郭董还会当副手啊 什么这些 还是有讨论的空间吗 副手吗 副手我 副手我觉得 不太可能 我不知道啦 副手的话要看韩国瑜 跟他们讨论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电话进来 有点分心 但是啊 你虽然讲说 幻于是个假议题 幻于是个假议题 但是你觉不觉得 王金平跟郭董 他们真的还在等这件事情 没关系 他是靠近耳朵在听 他是靠近耳朵在听 有在等这件事情 王院长是绝对有在等这件事情 因为从很久以前 就听说王院长 他一开始表达不会脱党参选 但是他要参选到底 名字要出现在选票上 很多人就说他在等贯注2.0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 王院长的主观期待 那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基层 对王院长的这种 公于心计 司马昭之心 已经有点点的不耐了 很多像刚刚我有看到 你们在讨论李德韦 他就很明白的讲 王院长做了世界的不分区立委 做了这么多届的立法院长 其实实际上 他如果在最后阶段 对党做成这样的伤害 我觉得其实是毁了他一世英明 那我认为 他如果真的要走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把他拉回来 但是我们也只能应战 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要有信心 现在绝对不会换雨 为什么 因为四年前换柱的环境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四年前是当时大家连对于立委选情 都造成很多担忧 很多立法委员是连被提名都不愿意 连进入分区名单都不愿意 所以当时是可能为了保住立委 然后要保住很多原因所以换得住 当然很不愿意很无奈 但是这一次每一个立委都士气高昂 我们都还有党内初选 他要抢的上阵 然后韩国瑜的民调都还是很前面很稳 所以我觉得不会 因为没有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好 谢谢袁芝 谢谢袁芝 现在郭董 谢谢袁芝 好 郭董看起来是有回头的可能 袁芝应该是中间有插播之后 他的耳机就听不到 他就一直用耳朵在听 他的耳机就听不到 就让大家看到他的大耳朵 对 他其实有在我们线上